中央电视台引述一名美国记者说 前年在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 可能是引发新冠疫情的零号病人 央视又提出试过疑点要求美国交代 包括运动会期间先后有五名美军 选手发烧、咳嗽等被送到金银潭医院 当时医院诊断为虐疾 但虐疾已经在中美绝职多时 要求美方交代是患什么病 感谢您的观看